是的 主播 繼續為您鎖定 巴黎奧運的最新賽事消息 來看到在剛剛舉辦的 女子團體射箭賽 我國好手是在八強戰 遭遇到了大魔王韓國隊 韓國隊射箭當中非常弱 我們都知道他們在排名賽 甚至還射破了世界紀錄 這場比賽當中 其實中華隊一開始是掌握優勢的 因為其實南韓隊一開始 並不是這麼的穩 還射出了八分艦跟七分艦 所以一開始 其實中華隊是有機會領先的 不過很可惜一開始 是有出現了一些失誤 雖然說後面調整過來 頻頻射出九分跟十分 但是對手南韓隊 也開始掌握了風勢跟地形的優勢 慢慢的把這個節奏拿回來 也是接連的十分連發 最後中華隊很可惜 是輸給了大魔王南韓隊 止步八強 我們來聽聽稍早之前 教練的訪問 我覺得選手們表現都滿優秀的 在那麼大的高壓裡面 還有那麼震撼的場面裡面 選手們其實在這次我覺得是滿滿意 他們的整個的流暢度 跟整個的默契 而不會說站上了那個生死雷台 還在那邊怕 對 我是覺得這一次站上去 其實看到他們的這個流暢度 是都滿滿意的 對 採起第一局的時候 最後一支六分劍 但他看他後面好像狀況調整 也滿快的 對 就比較可惜就是說 他的瞄準器的位置 可能在練習場的那個位置 可能落差來了比較大 當然也有可能是力量的裹捷路 做更橫 所以劍就往上了一點點 所以前面兩支劍就來了太高 然後後面他的那個瞄準器的調整之後 就節奏上然後就都有回來這樣子 對 其實這場 好 教練其實有說到 其實這場比賽當中 中華隊是非常有機會的 是真的有機會的 因為在第一局的時候 其實南韓隊整體的狀態 還不是很明朗 當時中華隊的分數是領先 不過很可惜射箭比賽就是這樣 一分劍 一分劍射出來 就是在那邊 所以很可惜的時候 在第一局的時候我們丟了 但第二局拿回來之後 算戰成了平手 但在關鍵第三局 僅僅也只輸給了南韓隊一分 所以最後整體分數是沒有辦法 追過南韓在女團的賽事 也是止步在八強 不過接下來包含像是在女子個人 還有像男子團體 男子個人 還有混合部分 都還會繼續的有射箭項目出賽 也希望後面能夠繼續的調整 在整個場地跟風盛上 能夠有更好的掌握 繼續為中華隊爭取夾擊 以上是在巴黎的最新連線報導 澳運前線掌握最新賽況 惹血鏡頭五環戰場一把招 巴黎迎來第三次奧運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號 請鎖定TPBS 巴黎奧運特派團隊報導